Hello, 我是Alia, 今集聲音導航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懶悶的題目 我見到很多人沒有說過這件事 但其實如果你入鄉隨俗的話 做了會不會心安理得呢? 又或者多明白泰國文化呢? 但未講我這個特別的題目之前 就想跟大家講一講簽證的問題 因為實在太多網友問我問題了 而有些我覺得都值得拿出來 在這裡跟大家講一講的 第一件事很多網友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幫泰國的移民局賣了廣告 總之很多個網友就打算 過來泰國先申請落地退休簽證 而這個簽證是不需要梁文正的 所以就不要再問我梁文正怎麼搞的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真的申請落地退休簽證 過到來才申請 到底要先有銀行戶口 還是真的要先簽證 因為你如果簽證沒有銀行戶口 又怕不批准等等 其實現在的簽證又真的嚴格了很多 如果本身你已經有銀行戶口 那我就非常好 如果你本身沒有銀行戶口 那我有什麼建議呢 第一個正正常常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拿著旅遊簽證入境 當你入境的時候 你就要盡快去移民局 跟它說你要申請一個落地的退休簽 然後它會將你的旅遊簽證 轉成臨時退休簽證的 由45天就轉回去三個月的 移民局也都會建議你 拿著這個簽證的印去銀行 申請你的銀行戶口的 因為你是需要轉錢 各樣東西過來證明你的財務證明的嘛 那如果你去到移民局 移民局突然間說不行 因為不同的官真的會說不同的東西的 那你就唯有用其他的渠道 申請你的銀行戶口先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CK Learn這位新的網友 新的會員就問我 他和太太持有特居護照 但在美國拿著了 將5年的綠卡未入籍 現在就想過來泰國 申請落地退休簽證的 那太太就想申請醫親簽證 是不是一定要回香港呢 那之前我也都有片說過 是正常要在原居地申請 但是呢 最近最近最update的情況之下呢 泰國領事館又回答我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正常你應該要去 駐美國的泰國領事館問一問 現在你們這樣的情況 可不可以在泰國領事館 去申請醫生簽證的 因為你們拿著特區 而又在美國這樣申請呢 這個情況呢 都有些少特別的 這位網友 你的太太是拿著特區護照 而又想在美國那邊 申請醫親呢 我就覺得 你們最好去泰國領事館問清楚一點 但是當中呢 應該不需要牽涉任何的費用的 因為醫親簽證呢 在我那時候在香港申請呢 只是填表和吸引給我的 然後過到來真的成功申請呢 最後才需要付錢的 那這位網友可以留意啦 另外呢 梁文正那裏呢 是不是可以在美國拿都可以 那我說啦 總之落地簽證 或者醫親簽證呢 都不需要梁文正的 那大家就要留意這一點啦 那今集就轉一下話題啦 除了移居要搞簽證之外呢 其實在泰國住呢 做了這件事呢 又會心安理得一點 住得舒服一點 那究竟是什麼事呢 那以前呢 在香港如果搬新屋呢 我一定會摘個好日子才搬進去的 況且今年是上春見潤月 那傳統上呢 你動土啦 搬屋啦 結婚啦 山仔啦 新居進住呢 都有很多吉時吉日可以選的 那對泰國人來說呢 如果摘個好的吉日 可以淨化地區啦 空氣啦 趕走一些髒東西啦 還有他們呢 亦都可以迎接他們本身那個 信的神啦 你知道泰國很多神佛的嘛 就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嘛 怎樣呢 又可以幫他們的神佛搬新屋 然後大家呢 就住得開開心心呢 那但是呢 我又不見泰國人呢 有一本通信在手的 那泰國人呢 是基於什麼 找他們的吉日和吉時的呢 大泰國人不知是否要 subscribe subscribe 那個思維 真的要舒舒服服的思維 那所以呢 原來呢 選吉日呢 就並不是好似我們呢 去找通性那麼複雜的哦 就基本上呢 是基於兩樣東西 去看吉日的而已 第一呢 就是你哪一日出生的 那一日的星期幾 就為之一個基本的吉日的了 那呢 就再配合呢 如果你是想搬屋的 想入新屋的就要看回那一年 譬如今年是2023啦 就再配合一些時辰八字呀 一些吉時呀 吉日呢 這樣去算的 基本上呢 都有一套方法 例如啦 星期日出生的話呢 如果你搬入一間新屋呢 的吉日呢 就為之是星期三 最忌呢 就是星期五 但就要避免星期一去搬入一間新屋 那 他們是會有這樣的術數 計算的 那我租的而已 租都不用搞這些東西啦 是不是呀 如果你入鄉隨俗的話呢 你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你租一個地方 起碼都一年啦 你不會一個月的嘛 成年你要住在那個地方 如果又想入鄉隨俗的話呢 都可以考慮的 都可以考慮的 因為這件事呢 就無分你是租客 業主呀 地主呀 又或者你起樓啊 那一天 動土要開工 那現在畫面呢 大家如果真是八卦 有興趣的呢 就可以定一定格啦 就看看呢 你星期幾出生啦 如果真是說喬遷的話呢 哪一日 哪一個星期幾 是你的吉日啦 那但是呢 除了這樣去遷就之外呢 原來還有些禁忌的 禁忌呢 就是說 你星期日出生 最好就不要選六字尾的那些日子啦 那還有些數字上呢 要留意的 再加上呢 如果你真是喬遷的話呢 又要配合吉時 那讓大家自己慢慢計啦 如果有興趣呢 亦都是這畫面 幾張圖 你可以慢慢研究啦 有兩個方法去找吉日 第一個方法呢 就看回你出生生日那天啦 第二個方法呢 就跟回傳統啦 就看回你的十二生肖 到底呢 是什麼生肖啦 原來是什麼生肖呢 概括來說 在說喬遷呢 都是有不同的星期幾代表你的好日子的 例如屬鼠呢 出生的人呢 逢星期三星期六就是你的好日子啦 屬虎的星期二星期四啦 屬龍的星期三星期六呀 屬蛇的星期一星期四呀 諸如此類呀 那所以呢 你都可以在定格畫面啦 看看哪一日是你的好日子啦 那你就可以根據這個好日子呢 做你們喬遷搬遷的決定啦 那我們知道了吉日啦 那吉時又怎樣算呢 那吉時呢 每年都不同的 也都是要配合回 你做什麼先 你究竟是 做搬遷啦 結婚啦 生孩子呀 還是升職呀 開工呀 那些這樣的儀式啦 因為泰國真的很多的 那這裡呢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啦 有這四大類的吉時 那呢 就每年不同的 這些吉時會走來走去的 再配合回呢 你哪一個吉日呢 那呢 你就可以找到 極吉極吉之 吉日及吉時啦 我們呢 選了吉時吉日呢 通常呢 拜四國的 那我的經驗呢 就是每一個屋苑呢 其實那個門口呢 就有個土地公啦 類似那樣啦 但是他是一個神啦 那我就會拜一拜他的 然後呢 才會入那間屋 即真正住啦 但是呢 以傳統來計呢 泰國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啦 他們呢 就一定是 通常有他們拜開的神啦 那要接神入屋 又或者呢 要做些祭祀儀式呢 他們才會入屋的 就例如呢 現在好像畫面見到那樣啦 有一磚佛啦 在儀式上面呢 他們要準備一些鮮花啦 煙啦 不是煙啦 是蠟燭啦 香啦 還有呢 要起碼有九種的吉祥水果 要有兩盆的哦 那吉祥水果呢 我看到都是一些 橙啦 葡萄啦 菠蘿啦 香蕉啦 紅蘋果啦 石榴啦 一些吉啦 荔枝啦 如果呢 越金越好的 即是色呢 有吉的話 有橙的話 就代表一些金啦 這樣就代表金銀滿屋啦 然後在食品那裡呢 也都應該是正常要有三至五個素菜的 例如有魚呀炒豆呀炒菜呀 甜品呢 也都要有些的哦 那些甜品呢 實在 實在 都沒有什麼規定的了 現在 總之colourful些 最有趣的呢 就是原來他們有兩杯 清水會放在一個 拜神的地方 桌面的哦 代表呢 就封衣足食哦 那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他們是這樣解鑿啦 而且呢 如果那一間屋呢 是新婚夫婦住的話呢 他們就會放些蒜頭啦 還有米啦 就代表呢 祝福這一對新婚夫妻 入到這間屋呢 就是 年生季子啦 多些生養啦 那意思哦 那當然啦 拜祭完之後呢 就如果是要放佛壇的 就會接回佛入屋啦 然後呢 如果比較有錢的泰國人呢 就會有一班真女呢 在屋裏面呢 念經啊 一個祝福啊 那樣啦 那最後呢 真女呢 還會在那一間屋的門口 又或者是 多人出入的地方呢 就畫到符的 那道符呢 你可以當是我們 過年的徽春啦 即是出入平安啊 大家帶你啊 那樣啦 那所以呢 我見到很多外面 那些公司呢 特別賣車的那些地方 他們呢 都一定呢 會有 大大個符呢 畫了在某一份牆 那一份牆 通常那一份牆前面呢 就可能是 一些銷售市 開單啊 一些入數的地方 那我想都是象徵這個 生意興隆啦 我覺得 大家可以 不妨參考一下 知道多些雜族 那我覺得去到別處呢 不要看到別人的符呢 就亂的 指指點點啊 或者用手指去畫了它 大家就要小心點啦 那如果一般來計啦 不論你是什麼日子出世了 在泰國的法力來說呢 他們呢 如果喬遷呢 就有現在畫面 4月到12月的日子 不是道人迷信啦 那只不過呢 是認識多些泰國的雜族而已 那如果會員呢 有些什麼問題啊 或者網友有些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隨便留言啦 又或者呢 各處鄉村各處例的 當然不同的鄉鎮啦 省市呢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傳統和雜族的 如果你有有趣的 市啦 或者雜族呢 可以分享的話 不妨和我們多點分享啊 好了 今集呢 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先 下集見 Sawaddi Ka 下集見